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探索与发现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老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怪事 那就是大叔 对 就是这个坑货 他总是会莫名其妙地穿越 我 老莫 身为船长加主角 但穿越的次数却远远比不上大叔 明明我也很想去吃香喝辣的好吗 不不 其实我一点也不羡慕 真的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索一下 大叔疯狂穿越之谜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叔的穿越方式 要说最多的穿越方式 就是做梦了 比如一叫 穿越到了燕门关 哼 怎么没冻死这顺贼 再比如一叫 飞到了游艇上 你说他咋不上天呢 不过老莫细想了一下 俗话说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所以大叔经常周梦穿越 离开木筏的原因就是 对现实世界的逃避 Why 谁让他那么低 他脑子倒是扫浪剑 所以正常 跟我们说的胖子 哎呀 这甜菜真好吃 大叔你这混蛋 又来偷我的甜菜 去死吧 啊 救命啊 你看吧 又被打了 在现实生活中过得那么惨 那在做梦时 当然得让自己 过上幸福的日子啦 不过梦醒了回到木筏上 该被打的 还是要被打的 自然想心疼大叔一秒钟 一 结束 但是这做梦 归根到底 也不能算是穿越 顶多也就算个 那要说到大叔 另一个经常穿越的原因 就是跳海 比如 跳海穿越到了 明日之后的世界里 还变成了小姐姐 我真是一点都不嫉妒 不过 这就有点神奇了 要说他跳海 我也跳啊 我跳 我跳 我跳跳跳 听说 偶尔也会穿越一两次 但和大叔比起来 真是少之又少啊 老莫我细想了一下原因 也许是因为 我的跳海 是没有灵魂的 大叔因为长期被雪崽气压 身上留下 大量雪崽击大的痕迹 也许这些基打 让大叔的体质发生了变化 所以才能在跳海后穿越 为了验证我的猜想 我请来了验证嘉宾 雪崽 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穿越莫言碧月秀花的美兽 OKOK 我们开始实验 真 真的要下手吗 没事 我撑得住 去死吧 啊 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哎 这样也还是不能穿越 难道 还有什么我忽略的细节 那让我们回到第一次遇到大叔时的场景 当时大叔说 他是从一家玩具店穿越过来的 难道说 大叔再来到木筏之前 就已经拥有穿越的体质了吗 那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前倒 大叔曾经在玩具店打工 难道 是被玩具熊下手电啥毛病了吗 不对 要有毛病就是精神问题 和地理之物关 在之前就是送孩子上学 难道 是骑车摔出啥毛病了吗 不对 大叔怎么可能有孩子 他明明喜欢男的 所以这一定也是他 出来的 滚 在在之前就是 我的世界 我想起来了 记得在墨地里 大叔好像吃了很多墨影人的果实来着 那果实叫啥来着了 吃了就很剩一小镇距离 妈呀 难道是大叔吃多了墨影果实 导致体质发生了变化 所以现在才能不自觉地穿越吗 这似乎 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啊 我果然是个天才 没有什么难题能难倒我老墨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探索与发现 我是主持人老墨 我们下期再见 诶 录完节目了 叫大叔给我走条烤鱼去 大叔 大叔 诶 又不见了 难道 是又穿越了 每天 billing 还要 打招惠鱼去